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可以说是一种文体 对不对 也可以说是一个作品集 为什么 有储司这部书 因为储司这部书现在保存下来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储司一般大家认为在汉代流向的时候曾经编录过 这是比较明确的 那么后来又 而且流向编录的时候已经收录了汉代的其他的一些作品 汉人的一些作品在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东汉那个时候王毅的作品 王毅的就处辞章句 然后附了自己的作品也附在里面 所以古人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什么叫附济 我们现在觉得好像这个是不好 古人就是怎么回事 那个东西好 我把它挤起来 然后我的东西也把它附在后面 这样子我就可以流传后世 所以这个里面你可以 当然文体是一种特定的作品 作品集 它实际上是包含了所谓汉人的作品 汉人作品 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作家 当然是屈原 屈原当然宋宇 因为屈原的作品是最重要的 这我们下面就要说 那么作为文体的主词 怎么来看呢 其实汉这个宋代的一个黄博斯 曾经有一个描述 他当然主要的是在讲屈原和宋语 他讲这个屈宋诸梢 当时黄博斯 黄博斯是宋代的人 他是什么呢 这个话是非常有名 可能你们文学史上都会有 他讲这个叫 书除语做储生 既储地 明储 顾可为之储词 他指了这几个方面 这几个方面当然 其实并不是最周全 但是起码它是一个特点 是有书除语 他写的 你从原文字上来讲 它实际上是有储地特点 非常有储地特点 做储生是什么呢 做储生就是说你实际上 因为他用了这些字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知道了 但那个时候是特别像朱买成这些 他为什么 他能够做储词是什么 他能够用当地的音来读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就像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地方戏 或者地方戏 在取义 你就用那个话来讲 对不对 赵本山就要用东北话讲 周立波可能就要上海话讲 换一个就不对了 文字上你可能记录的时候 差别可能不一定是那么大 有些差别比较大 我上个月就跑到香港 看他报纸就看不下去 反正我也不看报纸 我对香港也没什么大的兴趣 所以文字上可能差别不是那么大 但是声音上其实做储生的意思 这样是这个 所以差不多汉代的时候都是做储人 这个读音的方式 就现在记载可能到隋代那个时候 那个才最后失传 就是说已经不太 他都特定了一套读法 就是一定要按储地那个方法来读 或者是诵读 都要做储生 然后寄储地 当然储地了很多事情 对不对 你比如说九哥 九哥是不是储地的 对不对 九哥里面就储地 像三鬼 湘君 湘夫人 等等 都是储地的 储地的这些事情 人物 然后名储物 名储物 很多储地的山川 对不对 储地的这个特别是植物 大家都知道 这个所谓香草美人 是处置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那里面的花花草草 跟诗经里面就非常的不一样 现在有人做这个研究 就诗经的植物的 对不对 有人做这个图鉴 那古代也有这个草木丛鱼 草木丛鱼书 那你跟储词 现在储词也有人做 你把诗经和储词一对照 这是显然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是南北不同的自然环境 所以它里面诗 里面选择它作为这个一个项域 作为一个形象来表达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触摸到的一些特点 不是很全面 但可以讲它作为一种创作的一种文体 它实际上是具有这种特征的 所以在这点上来讲 这个储词是南方的代表 和诗经是 主要是北方是可以相区别的 就是这一点 那么所以说 储词可以讲是一个南方处地 产生的一种诗歌的一种体式 和诗经是有差别的 那么这种差别如果要追溯起来 它是怎么来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其实可以讲是有不同的历史环境 有不同的语言特点 不同的这个艺术传统 这个方面构成的 你可以讲一个是历史 你可以讲一个是自然环境 对不对 你也可以讲是一个不同的这个艺术传统 是构成的 这个历史的方面 当然就是储人 如果这里不需要多讲 你们文学史或者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找相关历史书来看 储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 在很大程度上 起码我们不讲现在的面具 在当时人看起来 储人是什么 是蛮人 对不对 他是非我族类 基本上起码从中原的意思上 是有这个意思 之相区别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历史的认知 历史的认识 所以他怎么来理解过去的这个历史 是不一样的 包括在天文里面 有一些问题 这个也是提出来 也可以看到 可以构成古史 这个古史 当然他可能也是讲到之前夏 讲到之前那个山这些事情 但那个事情 可能有一些 跟中原那些传说记载就不同 所以这个是非常明显不一样的 那么你从那个语言上来讲 当然前面也提到了 这个书除 书除与做除生 其实就是这个语言文字的 他读音 这个表达这些都不一样 这个西啊西啊 这是最直观的 在我们现在的作品里面 还是能看到 当然这个诗经里面也有习 也有少量的习 但像诗经 像处置这么分布广泛是没有的 那么你比如说那个 这个艺术这方面 艺术这方面 当然历史这方面还包括那个 也可以讲像文化这个方面 对不对 文化这个方面 然后历史 这里漏了 那个语言 历史语言 其实还可以包括文化 文化就是南方大家知道 他那个 我们现在用那个词来讲 比较浪漫 实际上就是说他那个 宗教的氛围 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认识和北方不一样 北方因为很早就所谓理性化 理性化以后就把那种不可解的很多东西 把它转化成我们可以理解的东西 而南方其实还保留了很多过去的神话 或者那种这个过去宗教的这些 这些这些思想在里面 所以他那个里面是非常丰富多彩 所以你看汉代的那个文化 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楚文化痕迹的 你看他那些那些壁画 看他那些那些都是有很多这个因素在里面 所以这个文化的因素 自然环境当然讲就是造成植物 造成山川地底的不同 语言当然也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艺术传统 艺术传统 你像九哥 九哥 下面再说到 九哥实际上是 大家都承认是和当时的所谓的祭祀歌曲 祭祀的歌曲或者祭祀的乐舞是有非常直接关系的 所以没有那个过去的这样一种乌的这样一种艺术的传统 那这个我不能讲全部 至少九哥 恐怕就不是这个面貌 这个九哥的面貌和过去南方这个乌的这个文化传统 是关系非常之密切的 非常之密切的 所以大概这几点可以说 那么这个作家呢 这个里面在谈到所有杵士的作家里面 最重要的一位毫无疑问就是屈原 所以我们主要就简单谈一下屈原 当然还有宋玉啦什么对不对 还有宋玉 宋玉呢 现在就是一个相对来讲 现在大家比较共同认同的 可能就是那个九辩 那屈原讲到屈原这个人呢 一上来就很麻烦 那麻烦在什么地方 就屈原大家都知道的 就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过去实际上是有争论的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除了这个屈原的第一个传织 当然就在实际里面 司马迁做的屈原甲生列传 那里面有一个传 但这个传你仔细去读呢 其实事实并不多 议论倒挺多的 所以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 实际的屈原这一部分 屈原甲生列传里面屈原这一部分 实际上是里面有很多 这个文字的这个错字的 我这个错不是讲错误 就是混杂交错 所以有一个汤炳正 这个他比较早 后来专门研究屈原列传的有很多 几乎每一个专门研究的 都会把屈原列传拿出来 实际屈原列传做这个建筑 就是考定这个里面 到底是什么情况 结果这种汤炳正做过一个工作 就是说这个屈原列传 到底是什么回事 他做过一个分析 就把哪一些部分实际上 原来是司马迁所要表达的 哪一些部分实际上是别人 包括像那个刘安 看待那个淮安王刘安 刘安据说他做过一个这个 离梢的传 离梢的传 所以有一些文字 就是就是 刘安的文字 并不是司马迁 所以把它混在一起了 但到底司马迁录的 还是后人的 反正混在一起 那汤明仁先生有一个文章 他那个文章就是 这个可能收到他那个楚词 楚词星探还是什么 他那个论文集里 大概八十年代的时候 在齐鲁书舍 他出过一个论文集 叫齐鲁 就现在山东的齐鲁书舍 出过一个论文集 叫这个 就专门讨论屈原列传的这个问题 屈原列传问题 所以人家读了那个以后 就觉得这个屈原的生平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很多人研究就是 当然相信他有的人 也都有很多的这个考证 那基本上大概最模糊的一个说 对最大概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屈原大概是楚国的贵族 去世也是楚国的这个贵族 那么他大概在楚淮王的这个一开始 他得到过重用 后来在楚淮王的后期 大概被曾经被流放到这个汉北 流放到汉北 那个后来这个楚淮王上了秦国的大 这个入秦不返 就是死在秦国 那么这个呢 到后来就是楚国 那个是所谓清湘王 一个是淮王 一个清湘王 那到清湘王这个执政的时候 这个屈原后来 后来受到更大的这个挫折 被放逐到这个现在的湖南 元湘流域 就是向南 那个一次是汉北 一次是流放到这个元湘 是南向南流放到元湘 大概是这样 那最后这个楚国灭亡 他这个 楚国不是 楚国被请 国都尹被攻陷 这个楚国就 不是灭亡 向东迁 那屈原大家就觉得 当时后来觉得很悲伤 很悲愤 最后就是说 照那个讲法就是怀杀 最后投赫而死 投赫而死 自成到这个密罗江而死 大概是这么讲 就是如果相信屈原有这个人的 大概是这么一个表述 然后很多人都会 从细节上来考证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看也没有一个说法 就是随着说你要知道 说不清楚 我们原来那个朱东润 朱老先生特别 我认识你们就是他那个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群 朱老先生以前学生读书 读到后来读不通 去问他 朱先生一个意见 就特别有意思 他说看看 讲得通他就跟你讲是什么 讲不通他就跟你讲 这个是不通的 讲不通的 真的就是讲不通的 他说古人那么多年 上千年传下来的东西 句句都讲得通 那个肯定就是不对的 古人的东西就是不通的 那讲是有道理的 不一定 那个有的时候 你越是要把一件事情 讲得很圆满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这个 这后来我觉得 有的时候常识是很伟大的 坚持常识 有的人是坚持这个 怎么讲 追求朱玉 追求崇高 当然很好 坚持常识也是很 就这个 所以我有的时候 就用这个常识判断 所以这个屈原 其实是 其实有很多问题 很多人都尽量在考证他的这个生平 那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就是有 有怀疑 对屈原这个人的怀疑 屈原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屈原的这些作品 如果相信真的是他写的 那大概是在战国后期 就是先秦时代的 除了这个屈原在先秦的文献里 没有屈原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 除了史记大家知道 是司马迁写的 他当然依据的材料可能是找 但是在其他的文献里面找不到 所以很可能是没有这个人 所以很多人对他有这个怀疑 比如说老派的人物 那个廖瓶 那个四川的廖瓶 就专门谈过 他说没有屈原这个人的 屈原的作品都是情人写的 不是情的那些先人写的 不是的 包括后来到胡适 新派的你比较像胡适也是这样讲 胡适当然就坚持这个 就写过这个文章 说这个人不对的 说屈原这个人是一个剑舵式的人物 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 作为不恰当比方 类似于这个河马 河马是一个 是一个人吗 实际上河马是一个 古希腊时代的一个 形音诗人的一个代表人物 就是这个作品是什么 因为在这个当时像维科 意大利的维科 他们都有一个说法 实际上就像 你不能把河马这个人看成一个人 绝对看成一个人 他不是 他说是有这么一个形式 但实际上他是把很多的人都归到他的身上 把这些作品都归到他的身上 是个剑舵式 就大家射箭 很多剑都堆在他身上 都归属到他身上 所以胡适也就认为 屈原是个剑舵式 我都不是的 只是把很多作品 相关的作品归到屈原的名义之下 和他建立起联系的 那么这个就是胡适的 基本上是从现代的所谓考证立场上也不相信 后来很多人还有那个比如说像何天行 在40年代的时候 写过专门的著作 包括我们这个朱老 朱老在50年代的时候 50年代初的时候还写过文章 他认为这个作品不是的 基本上认为实际的记载是不可信的 屈原的作品 朱老认为屈原作品基本是汉代的 可能是刘安这个时代的 汉南王刘安这个时代写的 当然现在已经在出土文献里 已经找到在先秦时代里边有这个残剧 就是我们现在处于屈原的这个残剧 当然这个出土文献出现以后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据 不能证明全部的作品 但是确实里边有作品 有段落 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 所以你说这个整个的 所谓屈原的作品都是 我们现在归到屈原名下这些作品 都是汉代的 这当然就是不攻自破了 这当然就是不能沉迷了 但是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现在也没有人做特别清楚的这个表述 但大家都大概都知道 当然我们现在对古书的那个形成的特点 了解也更加多了一点 但是 那么后来一直到这个大概八十年代的时候 日本学者重提这个问题 当时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很激愤 群情激昂 有些是学术的 有些就是情绪的 大家就是来表示这个不对的 相信屈原真的有这个人 这个我不知道 就屈原确实是有一点特别 就是作为这样一个人 作为这样一个诗人 而且有非常完整 你读了去 你一艘里边的作品 对屈原这个人 起码他的大概的 大概的生平是要读史记的 但对这个人的性格 这个人基本的人格的风貌 可以有那么清楚的了解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 还是前着未有的 而且在他之后是很长一段时间 才有这样的人物 很长一段时间才有这样的人物 就是说 读他的文字 对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 他的人格形象 有完整的了解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特殊情况 那么我这里也不是做判断 只是给大家介绍 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那么我相信就是说 即使真的有屈原这个人 这些作品 大部分也跟屈原有关系 但是我相信有一点 就是说有很多人 想尽力把这些东西 这些作品或者历史的技术 都归到屈原人身上 归到屈原人身上 把它当成绝对的 这个事实来看待 我觉得这个态度 确实是有问题的 牵涉到 因为我们现在所谓后代的 比如说 要彻底 知人论是彻底了解一个作家 然后来了解他的文学 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个限度的 这种作家的 这种情况是有限度 这个限度实际上是要比较晚的 是中古以后才有这样的情况 上古的时代是不合适的 你一定要研究诗经 你说诗经 这个作者到底是谁 这个作者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 所以跟他这个什么关系 这没有必要 它当时产生的机制就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这样去了解 所以是这样的 后代其实也有一些诗人 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韩山 韩山诗德 韩山诗德 韩山诗德的故事 他的诗非常之多 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起码在现在中国 很多主流的学术 大部分 我不讲主流 没所谓主流 只有对错的 不讲主流和 很多大部分的学者 都认为韩山的诗 是韩山这一个人写的 所以他们都建立 认为韩山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写了这些诗 然后通过这些诗来印证 有一些其他零星的材料 来印证韩山大概的时代 实际上都搞不清楚 韩山的时代不同的记载 都生活在不同的年代 一些事迹都发生在不同的年代里面 那么这个 然后这个 又通过这些诗来证明说 韩山是个怎么样的人 来要建立韩山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失效的 完全失效的 我当时就说 我那时候写的 因为我对佛教也有些兴趣 我那时候写唐代的佛教那个书的时候 我就提了一点 我说很简单一个道理 我不做考证 因为考证的人很 各种各样的讲法 我就做一个简单的讲法 我说如果韩山真的是一个人 这些作品都是韩山这个人写的 这个可能是整个唐代 经历最丰富的一个诗人 因为他真的很多 他曾经归隐过 他曾经想去考科技 他曾经到西北从军 走了中国很多地方 人家给做韩山年谱 做了他活了九十几岁 可能一百岁 很长寿 我说有可能吗 我说有可能吗 就是这个人他越完整 他的精力越丰富 设置的面越广 实际上说明 就是一个见舵式的人物 人家把各种各样的人生经验 都归到他的身上 对不对 不可能有这样一个人的 那他的生活经历 比杜甫什么都要丰富 他也去修过道 也念过佛 他也念过黄老的书 太了得了吗 这么一个人 我就这一点 所以我也不是说 完全否定韩山这个人 但我就说 你现在用所有韩山的诗 认为都是韩山这个人做的 然后通过这些诗 要来重构韩山这个人的形象 他的一生 他的生平 然后回过头来 又拿这个生平去解读 他的每一首诗 这种方法我绝对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讲屈原 我不是完全屈原类比这个情况 我只是说 你现在要把所有有关屈原的历史记载 或者所有规矩屈原身上的这些作品 都把它当成一个证据来证明 屈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说事实上是个 他有哪些经历是什么一个人 然后回过头来 又用我们理解的这样一种屈原的形象 然后来理解他 来解读他的诗 甚至落实到每一个段落 每一句 这个实际上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 起码从这个资本的道理上 我觉得是可以提出这个质疑的 这个质疑的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想提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 你们大家可能经常听到 屈原爱他的国家 又所谓屈原的爱国主义 因为屈原你读李超 李超这部作品 李超这部作品 他最后三大 一般有很多分法 最后 他写到最后第三段 第三个大段 他写到最后的时候 就说他要不要离开楚国 要不要离开楚国 他最后本来说 天上这个什么 马车什么都安排好了 就准备离开了 但他回过头来 一看他的国土 生了眷恋之心 他就不走了 就是这个 那么后来人家说 这个是爱国主义 那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在讲 但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 是怎么看的 当然他这个问题 王国为曾经谈到过 王国为曾经谈到过 王国为说 这个在先秦那个时代 就是起码就是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 对于这种家邦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文化上是有认同 比如说疑敌 这个来入侵了 那我就要打 比如说那个你像采薇 诗经 采薇 那个就很显示这个文化的自觉和捍卫自己文化的这种精神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 他在计在客在客在计 为什么 言允直顾 就是跟这个 等于是外族人 外族的文化做战争 保护自己的文化 孔子那时候也就讲 孔子讲这个 非管仲武器批发所任意 如果不是管仲 这个尊王攘一 联合起那个力量 这个尊王攘一的话 那我们中国文化就完了 就不绝如履 我们现在那个词 那个词讲不绝如履 就是说南北压缩 就压缩整个就完了 所以那个文化是有的 但是每一个邦国 像屈原这样 那么的眷顾 眷恋自己的邦国 那个以死从之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很少的 王国伟提到过 王国伟提到过 我清楚是在文学小言 还去指文学的精神里面 他提到过这个情况 提到过这个情况 实际上是非常特殊的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 大部分的人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特别知道战国的时候 那些诗 居原 当然生活在战国的中后期 那个诗 诗是怎么样的 诗就是哪里 哪里就是我有本领 哪个用我就那个 对不对 用孟子话来讲 就是 君之士臣如守族 臣之士君如心腹 就是说你把我当成守族 我把你当成心腹 那如果你把我当成这个什么 诗之如这个 草戒 他有三个吧 他最后就讲 如果君之士臣如草戒 臣之士君如叩仇 就是说你如果把我当成这个 无足轻重的 可以随意摧毁 这个对象的话 那我就把你当成对堂 所以他其实都是那个的 所以我只要有哪个赏赐 我就到处可以走 你像抒情这种 抒情当然也太没有这个抄手了 他一开始是要 到秦国去是要连横 后来是合纵 他说要配六国相应 所以他不一定有什么政治主张 只要能够有国君 采用诸和国君 采用我的主张 实现我自己的人生 富且贵 他就觉得很好了 所以这种人 这种人当然可能有点过分 但是当时情况可能确实是这样 你就是有一些人也是 你像吴子虚 家仇就比国恨更重要 对不对 他那个就是要报仇 最后跑到吴国 带了吴国的军队打回来 把这个储君打败 然后把储王的这个坟决出来 鞭尸 那这种事情对他来讲没什么 所以这个王国卫当时提到国 确实是比较特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怎么来理解 因为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国 我们讲的爱国主义 我们现在讲的爱国主义 实际上是建立在近代西方 所谓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的那种概念 就是那个国 那个国可能和这种国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民族国家的概念里面 来理解这个屈原 我们或许很多实际上 都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屈原 实际上是有一定问题的 有一定问题的 这个不能完全这样看 屈原完全这样看 我这也是提一下 如果关于屈原的作品呢 我想简单的给大家介绍有几点 我就是说可能基本知识 你们都可以有那个 但我基本上 屈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的作品 大概我们知道 但是不确定 我们这个作品都是指 我们假定真的有屈原这个人 不确定 从历史的顺序来讲 史记里面提到过屈原的作品 是这样的纸片 一般我们就认为这个是有的 就是起码汉代比较可靠 黎骚是有的 天问是有的 招魂 哀影 怀沙 就是这几个作品 在那个里面是有的 司马迁大概提到了这五个作品 这五个作品 那么招魂这个作品 一般人认为是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 招魂这个作品并不是屈原的 就是像东汉 东汉那个王毅 就是说他做处司章句的 东汉王毅做处司章句 他就把招魂当成颂域的作品 认为这个招魂招的对象 是招屈原的魂 是颂域招屈原的魂 因为招魂 你们又不知道读 你们读了以后就知道 它基本上是 就是实际上跟南邦的那种 怎么讲 它那个文化 宗教的文化是直接有关系 是招魂仪式有关系的 那他认为就是 是颂域招屈原之魂 他基本上是这样讲的 王毅开始就这么讲 但当然现在还有些人坚持认为 这个什么 这是屈原的作品 招魂是屈原的作品 那么屈原的作品 它是干什么呢 那又有不同了 就有的人讲这个是 招楚怀王的魂 因为楚怀王上了秦国的大 入秦不返 死了 所以屈原之道以后就做这事 是招楚怀王的魂 就是招魂 那么所以这个有疑问 这几篇呢 现在一般认为都是它的 这是实际 这是实际 所以我们讲这个 如果做研究啊 那个从学术的那个角度来讲 要比较严格的看清楚这个区别 随后呢 是这个汉书一文字 汉书一文字 汉书一文字 它当然是班固 在汉书里面把它确定下来的 但实际上它里面的基础 它的基础工作是 西汉那个流向流星 西汉那个流向流星的工作 所以汉书一文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 我经常讲 如果你比较周全的讲 基本可以讲代表的是 两汉之记 西汉后期到东汉 那两汉之记时候 那些人对于过去的点击文献的一个看法 基本上可以这样 大概可以这样说 所以在汉书一文字里面讲呢 讲这个缺原 缺原有25篇 说缺原一共有缺原负25篇 它这里面也讲是说负了 一共有25篇 但是它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篇幕 所以后来有人就开始凑 就开始凑 凑成比如说就是后来王毅 在章句里面 从此章句里就开始凑这个25篇 它那个原来只是讲25篇缺原负25篇 那么它开始就凑 凑它怎么凑呢 大概举了这些作品 就是前面讲的 黎骚 天问 九章 九歌 然后是还有三篇 就是渔富 那它怎么算呢 就是黎骚是一篇 九章是什么 九篇 天问是一篇 九歌呢 你组织加上后面那个礼婚 一共是十一篇 所以你看 这里就是十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加上远游不居渔富 一共是25 这个是王毅这样子来排的 王毅这样排的 那这个呢有很大的这个 后来有很多不同的争论 那有很多不同的争论 这个有些人呢就认为这个 比如说 远游 有问题 远游里面有很多这个 这个怎么讲 神仙思想 远游这个争论很大 所以有不同的人 有的人认为是屈原的 有的人认为不是的 然后有的人 过去认为不是的 后来认为是的 就变化就很多 所以这篇就是 有问题 然后渔夫这篇呢 因为那个 原渔夫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那渔夫那篇就是 举世皆祖我独卿 举世皆祖我独卿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事情 那么渔夫这篇呢 有很多人也认为 不是他的这个 屈原的作品 因为这个里面直接把屈原作为一个对象 做了呈现 所以这样的恐怕不太会是 这个这个作品啊 而且呢 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呢 用到了渔夫里面讲这个 这个屈原和他的那个对话 制造了这件事情 但是在司马迁 你可以看到 他列举这个 处置作品的时候 屈原作人 他并没有提到渔夫这篇 所以呢 所以司马迁是可能把渔夫 作为一个材料来看 但是他 就是我 这不是我的看法 这是别人认证 就是说可能看到 看到的材料 把它作为是 关于屈原的一个材料来用 但是并没有认为 这个就是屈原的作品 所以这个呢 渔夫有很多人也是有疑问的 所以大概 所以这样子 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现在基本上 建立起来的认识呢 大概是有这些作品 当然还有其他的作品 其他的 有些不同的说法 这我们不许谈 那么这里面简单讲 在这个 我这个是按照 完全按照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讨论这些问题 实际上都是要看 这个最初是怎么讲 后来怎么讲 慢慢形成 我们理解 比如说讲屈原二十五篇作品 你不要以为就是二十五篇 很多的说法都是有历史的 这个历史是什么 就是在两汉之记的时候 开始有这个 到东汉后期的时候 才明确这个所谓的片幕 明确所谓的片幕 所以这个一直到 很多事情都是有历史的 这个文学作品的情况是这样的 很多历史的所谓 历史的事实的叙述 实际上也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是按照 那么现在我们到了这一步以后 我们来看大部分的学者 实际上从汉代以后 东汉以后 大部分认为是屈原的作品 大概是这么一个面貌 那么在我们现在立场上来 如果做分析的话呢 我想大家可以做这样的分析 就是说 直列几类 就第一类是黎一烧九章类的作品 第二类是天文的作品 第三是九歌类的作品 黎一烧天文九章的作品 基本上是围绕着屈原这个人 来展开的 认为黎一烧是屈原的作品 认为九章是屈原在不同的 他生活的不同的历史场景之下 写下的作品 比如埃影 埃影就是说 听到这个影都被情人攻破 这个时候他流亡写下的作品 就是他在某个特别 比如涉江 就是郭江那时候的作品 所以这个很多 前面讲到涉江 淮沙 就是到最后他绝命之词 这基本上是关于屈原这个人的生活的一个作品 还有一个天文 天文是比较多的 基本上是四眼 提了很多很多问题 关于过去的历史 关于过去的文化 宗教 反正各个方面问题 那实际上是代表了当时一个知识的一个 实际上是代表体现很多历史 我们读出很多历史的信息 当时文化的信息 是一个 可以讲是一个知识的一个汇聚 而且他的体力是比较特别的 全是问题 所以这个可以作为单独一类来看 现在有很多人研究 实际上很多对这个研究 是对于历史的研究 对于神话的研究 对早期宗教的研究 有很多人很有兴趣 都是把它做入手去做的 第三个就是九哥的作品 九哥的作品 就是说和当时处地的那种宗教传统 那种乌的那种文化那种关系 知识的那种文化那种关系是怎么样的 大概所以是这三类 大家可以归成这三类 好